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 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 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著名作家石铁生先生 曾经在散文秋天的 回忆当中写道 最近双腿瘫痪之后 琪琪经常是暴怒无常 生活也是陷入了 一片阴霾 而母亲为了让她散心 多次提议去 北海公园赏花 好多次她都拒绝 而终于有一次 她同意了 所以母亲特别高兴地 为第二天的出游 做着准备 却突然大口大口地 吐着欣喜 被紧急送往医院之后 石铁生才知道 其实母亲 早已经病入膏肓 常常肝脏疼得睡不了觉 却怕儿子担心 什么都没说过 直到临终前 母亲的最后一句话都是 我那个有病的儿子 母亲去世之后 石铁生才明白 母亲对于她的这顿爱 于是坚强地成长起来 成为一名作家 可以说 没有母亲的陪伴 她不可能克服身体的缺陷 没有母亲的坚守 她也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 今天的两位主角 她们也是母亲 她们的孩子从出生 就带有严重的缺陷 而她们同样选择了 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将不完美的孩子 培养成人 她四岁才开始蹒跚学步 她七岁才开始南南学语 她是葛根夫 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唐宝宝 因为疾病 她的智力 仅相当于五六岁的孩子 因为疾病 生活自理 对她来说 都是一道难题 但她 却是公式伶俐的特奥冠军 也是令人羡慕的奥运火炬手 还能有模有样地 做助理教练 有请冠军唐宝 葛根夫 有请本期主角 两位好 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我叫白夜 这是我的儿子 葛根夫 葛根夫 你自己来 大家好 你们这身衣服是 是我们蒙古族的民族服装 对 特别漂亮 而且特别黄眼 不光衣服黄眼 胸前挂的那堆金光灿灿的 那是奖牌吧 是 多少个 12个吧 12个 他说12个金牌 对 比赛得点 我也怕了 什么比赛得的金牌 谁国 全国 全国参加什么比赛得的 乒乓球 乒乓球 也就是说 这是一位 乒乓球冠军 看到了吧 葛根夫 胸前的12枚金牌 是多么的耀眼 乒乓球冠军的称号 名不虚传 但是你能想到 他曾经是一个 口不能言 深不能行的人吗 葛根夫从小 便患有 唐氏综合征 可是妈妈白夜 最开始的时候 并不知道 一直到孩子 一个多月大 发高烧 被送去医院 他才知道 自己的儿子 竟然得了这个病 医生说 得了这个病的人 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舌头也经常 会伸在外面 当白夜闭上眼睛 想象到这个画面 他真的无法接受 他不能让自己的儿子 变成那样 于是白夜 发了风势地 跑遍了全国 有名的儿童医院 甚至还找过江湖游医 各种各样的偏方 他都尝试过 但是一次次的失望 让他不得不 面对这个现实 得了这个病 是治不好的 失望过后 可能大多数的父母 都会选择放弃 但是白夜没有 隔根夫五六岁的时候 还不怎么会说话 发音特别地含糊 只有白夜能分的来 而当时妈妈心想 如果儿子总是这样 将来又该怎么生活呢 不行 我一定要让孩子 学会怎么说话 小的时候 隔根夫特别喜欢吃雪糕 可是雪糕这个词啊 总有发不明白 动不动就发成了 雪刀雪刀 有一回又想吃了 白夜就拿出了一根雪糕 举在了手上 对他说 隔根夫 今天你要想吃雪糕 就必须得书明白 说清楚雪糕 说不清楚 就不能吃 就这样 白夜一直举着雪糕 直到雪糕画满了手 过了一会儿 隔根夫对妈妈说 妈妈 雪糕都画了 你手凉不凉呀 又过了一会儿 他又说 妈妈 我就舔一口 一口 行不行 到最后 隔根夫说 妈妈 要不然你吃了吧 雪糕都画了 全浪费了 白夜看着儿子 眼巴巴的小脸 心里别提 有多难受了 但是他绝对 不能就此放弃 今天只要儿子 说不清楚雪糕 这个词就不能吃 就这样 靠着一步一步的引导 隔根夫终于慢慢地 学会了说话 说话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还有一个心病 一直困扰着白夜 隔根夫快到七岁的时候 一会儿 进行 您会儿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您 请不吝点赞 您 请不吝点赞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给他选择乒乓球 当时呢我们是在家里面 把所有的家具挪起来 摆一个乒乓球台子 家里面的人呢 谁没事就陪他打 后来有这么三四年吧 后来我们谁也打不过他了 我们就开始请教练 请专业的教练去训练他 他当时对乒乓球也有了兴趣了 通过体育锻炼呢 他的身体越来越棒 后来呢参加特奥会 从2005年就开始第一次参加 全国特奥会的比赛 他当时得了个铜牌 你现在有多少个金牌 多少个银牌 跟主持人说一下 现在是12个金牌 12个金牌 12个银牌 您刚才说 还得给往家里请教练 那您请的教练 是什么样的教练呢 我的这个教练是 非常有爱心的 一个专业的乒乓球教练 找第一个 我跟人家说情况 人家说 哎呀我可能没时间 就把延续 第二个呢 说的 哎呀我 我没接触过这样的人 我教不了 第三个说的 哎呀他会不会打我呀 我有点那个没接触过 我说他不是神经病 他是智力有问题 后来面都不敢见 就蜿蜒谢绝了 我现在找的这个秦教练呢 第四个教练 他当时就说 这样的吧 我试一试 他这一试呢 到现在就是12年 12年 秦教练 就是照片上这位是吧 对 对 我问问 葛根夫 胡胡 你喜欢秦教练吗 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他说 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 反正这个 没有别的了 反正就是特别喜欢 今天这位秦教练 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有请秦教练 好不好 我们听听 你好秦教练 欢迎您 您是胡胡的启蒙教练 是不是 是 我是 葛根夫的秦门教练 他刚刚说 他特别喜欢您 而且最可贵的就是 没有原因的喜欢 我觉得这是喜欢的最高境界 是 像白大姐刚才说的 其他的教练的一些顾虑和担心 在您这儿都没有过吗 那个 孤立没有 然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葛根夫要比现在要更瘦弱一些 而且见面以后要更加拘束 很胆怯地躲在他父亲的身后 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教的过程中 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教他们过程当中 最大的区别就是 需要反复 不断地反复 强调某一个单向的技术 普通的这个您的学生 学一个技术动作 您要教几遍 如果练到一个月以后 这一项技术基本上 就能达到一个对练的一个 那根夫呢 根夫您要教几遍 一个动作 一年以上可能才能 有一两项的基本功技术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 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 和正常的队员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我问一下根夫 哎 根夫 根夫 你能摘下一块让我看看吗 摘下一块给我看看 可以 好好好 这个 哎呀 这家伙金牌 我跟你说根夫有这么一事 你是冠军对吧 今儿我们现场就有这么一位 他不服 根夫你知道谁不服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 谁把你拍子和球拿走了 他不得罪了 你还记得是谁吗 哈哈 有一个人 他说是旁边吧 好像旁边那个 他不服 根夫 哎 咱这样 今儿咱现场收拾他 哈哈哈哈 知道什么叫收拾他吗 嗯 可以吧 不让 就就是把他打败 可以吧 可以吧 有信心没有 应该有 应该有 哎 如果要是他赢了呢 那这牌子 要是他赢了呢 这个不能给 啊 这个不能 啊不 借 所以咱得赢他 你要是让我赢了你 这牌子咱就可以商量商量 我先去回家说 我说了 啊 先试试再说 对 对 那就试试吧 有请主角 乒乓球友谊赛 现在开始 在正式比赛之前 我有几句话要说 你要说什么 是对我的对手说的 哦 啊 格根夫 我先说哈 你喜欢马林对吗 嗯 马林啊 是马丁的 堂兄 拜把的哥们 也就是说 你在和自己的偶像的 兄弟作战 你不怕吗 我要你看看后背 他们写啥 我是冠军堂宝宝 明白 让你看看后背写的啥 我 再也不回头了 我 哈哈哈 真的好 我为你加油 好 几球几胜之啊 教练说 五球三胜之吧 好 好 一比零 哈哈哈 没说开始了 你这不对啊 你 我这还 刚站好 他就发了 这球不应该算啊 来 这球不应该算 来 来吧 那开始了 好 刚才那也不算 现在1比0算吗 算算算算 3起1比0 对 好 再给你一个 2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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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我发了吧 发球才能看出一个人专业不专业 怎么样 2比1 得了一分 你挺有心心的 小声在哪里 马丁老师凭借阴谋诡计 夺得一分 专业动作 马丁老师凭借阴谋诡计丢掉一分 3比1 5个球人赢仨了 还打吗 打到5个呗 你还一定要挣扎到最后 那可不啊 永不言败 来吧 悬念来了 马丁老师要垂死挣扎 现在已经是3比1 最后一分他能打中吗 这是最远 老马 顺势之业 顺劲 哎嘿 蹭着没有 蹭着没有 蹭着了吗 蹭着了吗 人给你面子不好意思 十元钱 不要 蹭着了吗 没蹭着 对 3比2 你拉倒吧 我都听见 蹭一声 我虽败犹容 我们宣布 葛根夫获上 葛黎晓峰老师慢讲 哇 是不是他面前握手啊 那个运动员请允许 哎呀 耶 祝贺你 我个小可以吗 我的荣幸 好厉害啊 请大家记住我 我是输给了冠军的人 所以我是亚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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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金教练 哎 刚才我站在他对面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 葛根夫很认真 第二 他一定要赢的那种气势 这种必胜和争胜的信心 和信念 其实是最宝贵的 我相信 也是你 以及妈妈 这么多年付出 给他带来 所以 我虽然输给了他 但是我想借此机会 谢谢你们俩 也表达对葛根夫 这个信念的敬意 谢谢你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白大姐 我有个问题 其实一直憋着就想问 开场时候 我记得介绍小片里说 说唐宝宝 人虽然成年了 可能智力水准 只有五到六岁的 这种水准 但是 在刚才的这个交流过程中 我不觉得 他只有五到六岁 很多的时候 很成熟 也很机智 是他与众不同吗 是这样的 马老师 就是正常人的智力伤数 是在七十以上 就正常人 葛根夫的智商是三十八 他就是逻辑思维能力 也是指的这个智力伤数 可是他的情商 就唐宝宝的情商特别高 他刚才表现出来这些 都是情商的一些问题 那言下之意就是 根夫没法去学校读书了 只能您在家教了 葛根夫读过书 去学校 他从小在幼儿园 虽然受歧视 我也把他送去 要融合嘛 他受什么歧视了 他在幼儿园 小朋友不跟他玩 因为他没有语言 不跟人家交流 动作又慢 所以经常就是 我去接他的时候 人家那帮正常的小朋友 在那玩 他一个人在那抠手 但我看到 大屏幕后面这张照片 这是在穿珠子 穿项链 手链是吗 是 他们从那个 陪着学校毕业以后 有阳光家园 阳光家园是 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阳光家园毕业以后呢 他们就没事了 就这样呢 我就成立了一个阳光工厂 就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 做一些 比如说给酒店 装洗漱用品 装餐巾纸 还有 有的时候没有订单的时候 他们可以穿一些珠子 这样呢 就锻炼他们的手脚协调 手眼协调 那我看这照片上 那个根夫应该手很巧的吧 他现在好 会编好多种东西 真的 能不能给我们也编一个 一些 哥哥好谦虚 根夫编着 咱们聊着 好吧 白大姐 我还是好奇心比较重 葛根夫的这种状态 是唐宝宝都能达到的一种状态 还是说挺罕见的 他这个吧 唐宝宝他也不一样 有的严重一些 有的不太严重 就像葛根夫小的时候 那个状态 他是属于严重的 如果他没有体育锻炼 没有你的陪伴 没有教练的耐心 他可能会是什么样 那他现在有可能连路都不会走 我这个不是随便说的 好多孩子就是没有锻炼 没有走出来 在家里面那样就废了 你想咱们正常人如果生下来 不让他学习 不让他读书 圈在家里面 他也要退化 所以呢 这些孩子必须走上社会 和正常人融合在一起 他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我这看着 这好像跟编织没什么关系吧 怎么还有几本书啊 他平时他每天时间都安排得特别紧 还有两个时段呢 他要抄这个书 他要练写字 他这个本已经抄够七本了 这次因为太沉 就带了两本过来 他抄这本书 这本书是影响青少年一生的感恩故事 对 每一个都是非常正能量的故事 对 对一个正能量 再一个他每天写字 还会锻炼他大脑 那我问一下啊 跟风你穿着 我问一下 你抄了这么多感恩故事 你最应该感激的人是谁 感谢教练和妈妈 教练和妈妈 我就想既然给了他生命 就要应该让他健康成长 但是你不是没有别的选择 趋利避害也是人类的本性 你完全可以再生一个对吧 当时就没有那个想法 当时怎么想的 如果再生一个 对他可能经历要分散一部分 如果再生一个 对生出来那个孩子也不公平 他一出生就有沉重的负担 压着他 对他的成长可能也要受影响 你看到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的时候 你怎么办 那种情况太多了 我心里不仅是流泪 而且是流血 就葛根夫很小的时候 我们俩坐公交车去打球 完了上来两个男的 上来以后就起来 因为他坐着让他起来 他就起来了 起来走到我跟前 完了就特别疑惑特别不解的说 妈妈他们不是老爷爷 为什么让我给他这样坐呀 其实是明显的在歧视他 可是我又不想让他伤心 我说 哎呀他可能肚子疼吧 他需要坐一会儿 后来我们就这样走 我们俩比他 比这两个人提前下了一站 下了车以后呢 正好对面有一个药店 说妈妈你赶快买点药 给他送去吧 他肚子可能疼得厉害 他们的心灵是特别干净的 特别纯洁的 特别善良的 真的确实是这样的 葛根夫能成为一名特奥冠军 拥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是因为白夜十几年如一日 用爱心呵护 用兴趣引导 用耐心陪伴 和孩子一块儿长大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主角 同样也是一位母亲 她不仅仅陪伴孩子 一块儿成长 还陪她一块儿上学 成为她十六年的同桌 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一次意外 让她永远失去了听力 她一句句 每天重复上千次 只为让儿子脱离无声的世界 她们绝望过 却从未放弃 从小学读到重点大学 十六年 公子俩风雨无阻 正为学校里最特别的同桌 她们如何战胜困难 用电滴创造奇迹 有请本期主角 欢迎您 您先跟大家做一个 自我介绍好吗 我是陶远波 来自天津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短片当中介绍到 其实您等于 又重新读了一遍 又花了十六年上学 是 我本身是吉林财快大学的 一名学生 后来跟我的儿子 又重新在天津河北工业大学 又上了一个大学 总共连自己加上儿子 一共读了多少年 十六加十六 三十二年 您手中拿的是 这本是我跟儿子 上初中的时候的数学笔记本 这本是我的跟我儿子 上大学的时候的 笔记本 这里密密麻麻记的都是 我跟孩子一路求学 对我们以前美好的一些回忆吧 那个片子里说 您的儿子是失聪了 失聪了 听不见 是吧 是 是先天造成的吗 因为用了过量的清大梅术 是一起医疗事故 是 是 我还以为 是 我还以为 我们都说 我还以为 我现在的 我的天津 我还以为 我的天津 我们都不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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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 你听到的学到的呢 就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 杨奶斌就用眼睛 看着老师的口型 我就在下面飞快地记笔记 而且我达到什么程度 老师说什么平行四边形 什么三角形 我就可以把图形画下来 我就可以达到这种速度 像你那个口型的训练 该怎么训练呢 您是要把嘴形努力地打开吗 比如说哥哥 他一开始发的哥哥就是 发不出来 因为哥哥是舌根吟 他看不到我舌头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就把孩子小手 放在这个位置 这是声弹 然后让他感觉到 我说话声弹在震动 再让孩子看我的口型 一遍一遍地教 如果上一个聋哑学校 可能对你来说 负担会减轻很多呀 对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 孩子既然能够上天 赐予我们夫妻 这么可爱的孩子 那么就说明我们前世有缘 既然来到我们家 我们就要好好对待他 也有好多亲朋好友说 你把他送到农村的奶奶家抚养 你们家再生一个 我说坚决不可以 我说从今往后 无论是我们家任何一个人 再也不要在我 陶宴博物人面前 说提什么聋哑两个字 今天陶女士的儿子 她最心爱的奶斌 也来到我们现场了 我们掌声欢迎她 有请 大小伙子了 欢迎你 奶斌 你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吗 好的 我叫杨奶斌 我来自天津 从小学 一直到大学 我和妈妈度过了16年 妈妈带了我16年的徒族 你好幸福 你爱的妈妈永远就在你身边 每天都陪着你 是吧 奶斌 妈妈当时教你 学这个说话的时候 场景你还记得吗 还记得 就是大时 因为我听力不好 而且是完全听不到 所以说妈妈就又吹雨 就是把这个手 放在她的那个喉嚨上 然后呢 她发生 爸爸妈妈 就这么教我学说话 妈妈说有一个词特别难 是的 哥哥 她教我学说话 比如说 哥哥 在哥哥这个词 得说几百遍 几天别 甚至上半遍 到底我们一样还是 不明白 这个哥哥什么意思 其实我觉得就是靠淳语来读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就是我们现在说起来 你说当时可能摸着这个 看着嘴唇的发音就能做到 但实际上 我觉得还是 你准处了 得不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奶斌 你刚刚说 2015年的时候和妈妈学了16年之后 已经大学毕业了 大学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的专业是特效技术ET 奶斌 你回忆一下 你觉得你们母子俩当同桌 最难的学科是什么 最难学科是高数 高数 是你觉得难 还是你妈觉得难 夜高是这个科目难 科目本身难是吗 很吃力 解一道题 可以得解两篇到三篇 怎么成了成 高数你也学了 学 每次我俩做数学卷子 或化学物理卷子的时候 他答的要比我快 你的成绩能在班上排什么层次 我们实验班是60名同学 基本上是我能排个二三十吧 那厉害啊 很厉害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被你周围的人都会被你吸引过来 然后努力地帮助你 我们一直看到是你们母子 对啊 这个相依相邪的做童说的你 哎 爸爸呢 对 和我们还有一个鼎力支持的呢 是啊 爸爸呢 他有没有 有时候男人也像小孩 他有没有跟你抱怨 我说 老陶啊 你看看 你这一生啊 都给了这个男的了 我这个男人 你就很少顾忌了 老山羊说 从我们生孩子那天开始 你每天都是孩子孩子孩子 从孩子上学的那天开始 每天回家都说 哎呀 不得了了 要考试了 他说你每天都是考试 每天都是学习 哎呀 我这心呢 你什么时候能不上学了 我这心呢 我真的受不了 你说吧 你俩考试考得好吧 回来没飞涉舞的 你说你俩要考得不好吧 一个坐第一晚上哭 一个是站在那生气 他说你俩每次考试 我是胆战心惊啊 我就在家等 奶斌想跟爸爸说什么吗 爸爸 如果你到电子前面 能看到我的话 我想跟你说的地方 我和爸爸 一起到上学 那位妈妈为了我上学 他继续了唯一一个工作 所以说这个家庭 由爸爸来支撑 由他这个微博的公司 来支撑我们这个家庭 每天爸爸都要去工作 非常辛苦 而且这长时间了 他的头发也拔了 而且脸上也有做法了 所以我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听说一句话 叫做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际深远 意思是 父母爱自己的孩子 常常会为孩子 做更为深远的打算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组的 两位主角 白阿姨 为了照顾唐宝宝 教说话 陪打球 当领队 就为了儿子 能够独立的生存 而另外一位 陶宴波大姐 花了16年的时间 陪孩子重返校园 做了他16年的同桌 当了他16年的耳朵 就为了儿子 能够拥有正常的人生 其实每一个当父母的 都不希望孩子 能够大富大贵 只希望孩子 能够健健康康地长大 独立生活就可以了 当孩子成长为雄鹰 在天空当中自由地翱翔 曾经陪伴他们成长的父母 却已经满脸皱纹 头发花白了 所以今天看到节目的你 如果可以 常回家看看吧 看看曾经陪伴我们一起长大的父母 让我们陪他们慢慢变老 一位农民却从不下地干活 他小学辍学 却精通机械原理 有请最聪明的农民发明家 机器人老爹 吴玉露 塑料袋 废报纸 扩键盘 很多常人眼里的废物 在他眼里 却散发着时尚的光彩 他叫黄首英 一个自称 小仙女的 服装设计师